网评演技令人最讨厌的九叔五声TOP时 徐凯第八 丁宇熙第六 吴磊前三 第一竟然是他 似乎自从星汉灿烂 苍蓝决让吴磊和王鹤第两位九五后男神窜出来后 近年越来越多甜宠剧 古装偶像剧喜欢选用九五后男星 像是最近的长乐曲丁宇熙 杜华年张灵鹤 少年白马醉春风侯明号 还有你比星光美丽徐凯等 通通都是 网友常常喜欢评比这些剧九叔五声们的演技 之前网友就票选心目中演技最佳的九叔五声 以下是TOP时票选结果 王鹤第 张灵鹤没前十 吴磊前三 冠军是他 网评演技最佳的九叔五声TOP时 王一博 王一博以陈情令爆火后 一直在尝试不同戏录 除了有匪这种古装偶像剧之外 王一博也参演了缉毒警匪剧《兵与火》 古装选一句风起洛阳 今年更已叠战剧《追风者》回归 今年王一博在《追风者》获得不少好评呢 不少剧迷称赞王一博演技有进步 角色塑造有魅力 让人看见不同于陈情令的王一博 王一博作为流量明星 能沉下心来在争剧里磨练演技 拓宽戏录 获得不少观众肯定 网评演技最佳的九叔五声TOP9 王俊凯 近年王俊凯一直努力转型拍戏 先前出现在《重生之门》 《上古迷约》等剧 近年王俊凯把重心放在电影拍摄 有749局《无名之贝2》等电影代播 王俊凯自带高流量 但他没有选择古装剧 甜宠剧戏路 反而在一些大剧里磨练演技 电影刺猬中挑战患有自闭与口吃的少年 野孩子挑战独自流浪的男孩 展现了不同于TFBOYS时期的样貌 演技让不少观众惊喜 网评演技最佳的九叔五声TOP8 徐凯 说真的 你要是赢了 给你 行 徐凯在九叔五声中 往往会被定义为偶像派 距离实力派还有一点差距 但徐凯主演的偶像剧 往往能让观众感受到苏感 徐凯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但却被网友认为演技很不错 能搞笑 能甜萌 能高冷 能霸道 任何角色形象都能驾驭 在演喜攻略能演 深情温柔的附衡 上时成功权是优雅傲娇 带点帝王气场的朱瞻鸡 在现代剧成欢季 你比星光美丽演起霸道总裁 都让不少网友沦陷 徐凯演霸道总裁不会有你呢 网评演技最佳的九叔五声TOP7 侯明浩 侯明浩同样被网友定义为偶像派 不过侯明浩也是偶像派男星中 演技实力不错的一位 五官不会乱飞 而且同样能带观众入戏 侯明浩也属于九叔五声行列 但流量一直不高 是近两年因为护心 少年白马醉春风等古装剧 才开始被观众认识 大家称赞侯明浩古装扮相好看 演技也不错 其实作为演员 侯明浩的实际不差呢 早年侯明浩演过人不彪汉网少年 启航当风启实 都是豆瓣破七分的高分剧 人不彪汉网少年里 侯明浩把冲动仗义的南海花 标演得很有魅力 还有护心里温润如玉 惨遭背叛的千年玲珑天药 都迷倒许多观众 网评演技最佳的95声top6 丁宇希 丁宇希2020年以传闻中的 陈谦谦和赵路斯双双爆火 但后续的资源与发展 丁宇希明显不如赵路斯 其实丁宇希一直被认为 是有演技实力的新生代 许多人都说他不是典型的帅哥 但只要一看丁宇希的剧 就会感受到他的魅力 真的有演技 最近许多人追长乐曲 都又一次入坑丁宇希 剧中他饰演的 沈渡是个冷面的古装霸总 丁宇希没有把高冷眼成面瘫 看向女主角时 眼神内敛 从一开始的无情 到后面满满爱意 角色完成度很高 网评演技最佳的95声top5 陈兴旭 榜单后排的男明星可能会轮替 但榜单前排的基本上都是那几位 像陈兴旭就是公认95后拥有演技的新生代 一部东宫让大家都看见了陈兴旭的演技实力 不过东宫之后 陈兴旭陆续播了《最好的时代》 号手就未等剧 但火花不大 一见清新还因为质感的关系被抨击 剧集口碑不稳 就很容易影响观众对于演员的信任 其实陈兴旭只要合作道好的团队 就能正常发挥 不止东宫 今年在甜宠剧 你也有今天陈兴旭让不少观众都感受到苏感 陈兴旭的眼神里有戏 肢体不僵硬 台词功底也不错 遇到好导演 好角色就能发挥优势 网评演技最佳的95声top4 曾顺希 能就这么让强盗给践踏了 偷乃一等一的罪过 曾顺希的人气 知名度不属于95声里的最前段班 但他的演技不错 主演的剧集也有品质 所以路人员一直蛮好的 曾顺希的高评好剧挺多 像是2020年的终极笔记 这是盗墓笔记小说系列IP 开播时大家都觉得曾顺希不可能演得好 没想到追过剧都打脸了 曾顺希饰演的无邪大获好评 曾顺希还手握我可能遇到了救星 莲花楼这些破八分好评剧 我可能遇到了救星爸爸总演的温柔 有理不油腻 莲花楼把热血单纯的方多病演得很可爱 语成一双男主火花爆棚 曾顺希是演技 挑剧眼光让人有信韧感的演员 网评演技最佳的95声top3 吴磊 当然也有吴磊了 每次大家讨论到95后男星的演技 吴磊往往都会冲进前排 是大家公认的好演技演员 长歌行星汉灿烂让吴磊奠定人气 他将这两个角色演得霸道柔情 在爱情而已 吴磊又把年夏运动员演的阳光又帅气 和耳蒙满满 超迷人 网友称赞吴磊角色塑造功力很好 眼神戏强 而且无论何种类型的角色 吴磊都能眼活 霸道不油腻 阳光又撩人 同时还带有超强性张力 可塑性超强 吴磊被公认是95后男星中的top 有代表作 有国民度 有人气 外形加演技好 爱惜自己的羽毛 是口碑很好的一位新生代男星 网评演技最佳的95生top2 刘浩然 1997年出生的刘浩然有国民弟弟的称号 而他也被网友公认为95后最具实力的演技派男星之一 拥有多部高知名度代表作 让他闯出名号的就是电影《唐人街探案》 不同于其他95后小鲜肉 刘浩然一直都比较专注在大屏幕 刘浩然的作品质量很稳 和谭松运合作的校园剧《最好的我们》 在豆瓣上开出8.9高分 首部古装剧《狼牙榜之风》 启长林也是正面好评 背负着《狼牙榜》续集的压力 刘浩然演的男主萧平经备受肯定 网评演技最佳的95生Top1 张新成 网友票选冠军是张新成 张新成一直是公认的95后演技派 代表作众多 校园剧《你好》 旧时光让张新成窜红 后续《大宋少年制》 变成《你的那一天》 以《家人之名》 《危暗之火》 每一部剧 张新成都在突破自己的戏路 《你好》 《旧时光》里 张新成很好地诠释了 林阳这个小太阳男主 以家人之名演活了表面大大咧咧 实际敏感细腻的贺子秋 就连在《变成你的那一天》 演《灵魂互换》 张新成也演得活灵活现 很百变 除了以上十位 近年人气火爆的男神王贺帝 张灵贺宋威龙和邓维 则没有打进前十名 几位多半被定义在偶像演员 遇到好的制作班底时 出现过一些让观众惊艳的角色 但演技也常常会有吐槽的声望 不过演技的评价很主观 后续再出现让观众喜欢的角色 演技持续进步 还是可能会逆转评价